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ira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幻想过 还是自己大过不是和家人住 是自己搬出来或者和朋友一起住的呢? 如果是自己住的话 每天回家都会见到自己 布置得漂亮的小窩居 如果是和朋友住的话 有空就可以找他吹嘴聊天 不开心的时候 就可以抱着朋友和他聊天 小时候因为年纪小 那一定会被父母管的啦 你做了功课没有? 不要玩这么久的电脑啊? 好晚了快点睡觉吧 家伙这么两行不够收拾一下 无时无刻都被人管住了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试试自己一个人住的感觉 好了 现在大过座啦 又真的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 的确是不会有人管你 什么时候洗澡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回家 终于脱离了小时候 经常被人烦的感觉 我刚刚说的就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好处啦 那不好处呢?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那我现在给三秒时间你想 你有没有想过一打开门 发现有条虫在你家里 你会怎么办? 是没有人会帮到你的 你只可以靠自己打死他 昨天才有一只虫在家里 而是如果你没有出街 你就只会在家里牛丑 自己一个玩电脑 自己一个看韩剧 基本上是没有人跟你聊天的 而太久不说话 你的语言能力就会变低 另外 你和家人住的时候会不会洗厕所? 如果马桶塞了你会怎么办? 你懂不懂煮饭啊? 打算餐餐吃外卖? 如果你出家突然下雨 然后想起家没生畅怎么办? 病到死死黑的时候 没有人照顾你 你注意自己一个人排在身上去看医生 唉 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可怜 其实我一个人住之前 真的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要到你住了之后 你才会发现有什么不好 不过呢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住 可以令自己变得很毒辣 因为你会学会怎么照顾自己 有很多事情你都会懂得主动去做 譬如是我以前和家人住的时候 吃完东西之后 我不会立即洗碗 或者是会倚留家人帮我洗碗 但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 我就会立即洗碗 因为韩国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夏天就会非常多蚊子 如果你的碗都放在这里 就会很容易蚊子 我不想我家屋充满蚊子 又或者是你见到家的物资快没完的时候 你会懂得主动去买 而不是真的没完的时候 才临急抱佛脚 不过幸好韩国是非常依赖配送的一个国家 我今天上去买 明天就会送到你了 我真的不敢想像 如果我在外国生活会怎样 而且以前我在家 我是不会煮饭的 因为家人也会煮 但现在自己找在韩国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韩国的东西吃到有点炎 很想念香港的东西 我就学去做了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搬出去住的经验呢 如果有的话 你又喜欢自己自己做呢 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like 和按这里subscribe的channel 就可以看到更多我其他的video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10点再见 拜拜 买满蚊蚊会送这个 炮菊 超级精致 这个是香蕉味 我身边人说它是甜 我先试试它甜不甜 如果甜不甜就死定了 Mai god 这些的花口东西 这个东西就2500元 蚊蚊蚊蚊蚊蚊蚊 很有味道 把甜味都溶着了 和韩国有什么不甜 不說真的 這個值得一試